你看 這是昨天快上課之前下的冰雹 你看 都這麼大 一個直徑至少都有四公分 四公分到六公分之間 這些都像那個乒乓球那麼大 這真的像水晶湯圓 水晶腳 真的像湯圓 你看看 它每個形狀都還不一樣 這是讓大家看看 中間那一把尺長度是十六公分 來 我們看看 四個 而且它們都已經有一些融化了 四個就把十六公分沾滿 也就是說 一個大概都有四公分以上 所以 很多都是四公分到六公分之間的 比較多 來 這裡讓大家了解一下 人類怎麼選擇 大自然就對人類的選擇做回應 人類怎麼選擇 大自然就對人類的選擇做回應 極端性的氣候將會隨著人類對地球 對生態環境的破壞而增加 極端性的氣候是人類感召來的 這一點希望大家能夠了解 很多人 包括說生活在比較富裕的國家 物質各方面比較豐富的國家 也就是過著所謂的比較先進 所謂比較文明的地區的國家 很多人他們覺得 我們現在很舒服 我們現在要有什麼物質方面 各方面都很豐富 你跟我們講那些 我覺得那好像 我們那是屬於貧窮地區的 那些災難不會到我們這裡來 我們都很好啊 但是要知道 請大家了解一點 全世界80%的能源 資源能源 是被全世界20% 所謂的富裕的族群所消耗 大家體會這一點哦 大家體會這一點哦 全世界 所謂的比較富裕的國家 比較富裕的族群 我們把它算20% 但是這20%的人卻消耗全世界 80%的能源 資源 也就是說這個世界 整個生態環境極端型氣候 這20%所謂富裕國家的 它因為消耗比較多 世界的能源 造成對世界的資源的消耗 因為量多 所以後面形成的污染 破壞 溫室效應也最多 而整個的禍害是全世界在承擔 所以不要想說我們都過得很富裕啊 過得很好啊 我們住得豪宅啊 又有冷氣 太熱了 我們就開 讓它很冷 太冷了 我們就開軟氣 我們都過得很好啊 但是我很少人去想到說 就是這樣富裕的國家 富裕的社會 它們消耗的能源最多 而這些造成的極端型的氣候 卻是全球要去承擔 所以希望大家了解這一點 極端型的氣候是人類感召來的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常提到 我們要做人做事 要有責任心 要有責任心 不要光只是我有錢 我可以享受 問題是我們的享受 我們會製造來的 能源的消耗 能源消耗之後 它製造出來的就是 對世界的生態環境的污染跟破壞 這些都是全人類要去承擔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了解 我們整個地球就是一個村莊 也就是一個大家庭 這些責任我們大家要一起來面對 來承擔 來 現在這個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實際的美國太空總署那邊 他們製作出來的資料片 這是實際的哈勃的宇宙探秘之旅 他們這一段是針對火星方面的資料 研究人員認為火星上可能存在生命 以前是用哈勃太空望遠鏡在地球的軌道上面 然後遠距離去拍他們 現在已經有實際的探測器 著陸來看攤了 這顆被認為曾經和地球一樣的藍色星球 要知道科學家現在承認火星以前跟地球一樣是個藍色星球 現在已經不是推測了已經可以證明了你看 這是火星表面上的 一樣它都有湖泊 有河流 有海洋 以前曾經是個藍色的星球 為何變成了荒蕪之地 現在這個情況是火星實際的地表的情況 實際的地表情況 科學家不了解的就是 為什麼以前火星向地球是個藍色星球 有山 有水 有河流 有大氣層 以前曾經是這樣 以前火星曾經有過河流 海洋 但是為什麼火星後來所有的液態水 竟然全部都消失了 它的水也消失了 大氣層也都消失了 這是科學家現在還在探測的 還在研究的 研究人員至今尚未找到其中的原因 所以他們正在推測到底是什麼原因 讓火星變成這樣的情況 你看 這是火星地表 火星地表 有河流 有海洋 有湖泊 有山都有 這都是河流 海洋 湖泊的痕跡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 大約二十億年前 大約二十億年前 火星上還有液態水和火山 以前的火星 你看 這個都是有山 有海 有山有海 火星上它是有液態水和火山 火星上可能儲存著一些地下水 後來美國太空總署他們就繼續去勘測 探測 進一步地用探測器 載火星 這是已經在火星上面著陸的 在上面探查 這個叫做勇氣號 這一台叫做鳳凰號 鳳凰號它著陸之後 然後它更進一步地去探測 結果令人吃驚的是 你看 它有那個機械的手臂 然後它在挖掘 它在挖掘 結果它的機械臂卻刨出了冰 卻刨出了冰 所以科學家才推測 那火星上大部分的水 會不會以冰的形式存在 你看 這個是實際在火星地表上面的 這個不是說推測 而是看攤器 實際已經著陸在那裡 然後挖出來 結果你看 地表下面的一挖下去 竟然裡面是冰 所以使人不禁發出疑問 發出疑問 為什麼這個曾經有水的行星 變成了紅色的荒漠 它的大氣層全部破壞掉 大氣層破壞掉之後 水分也不是凌固掉 不然就是蒸化掉了 因為沒有大氣層的保護了 是什麼力量竟然把整個大氣層破壞掉 所以科學家也在探測 道德經裡面39章就跟我們提醒 順天之道 國泰民安 背天道 災害不斷 所以你看 道德經這裡就有提到 習之得一者 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靈 天無以清 將恐裂 對不對 天無以清 將恐裂 地無以靈 將恐發 也就是容易形成所謂的 以前我們形容說天崩地裂 道德經早就講出來 天無以清 天無以清 將恐裂 地無以清 將恐發 也就是整個地殼將會大變動 大變動 你要知道 有很多地形 現在你看到的很多地形 以前幾億年前 是在大海裡面的 是在大海裡面的 像廣西 廣西桂林的那些地形 你要知道 他們以前很多地區都是在大海裡面的 所謂的滄海 商田 那是真實的 那是真實的 所以如果人類把整個生態破壞了 包括把大氣層也都嚴重地破壞之後 地球就不穩定了 大氣層不穩定 地殼也就不穩定 地殼不穩定 地震就會越來越多 包括人類把地球的磁場 如果用其他方式把它嚴重破壞之後 這個地球的保護 這個磁場是很重要的保護層 這個磁場如果被人類又把它大大的干擾破壞之後 這個磁場就失去了它自動調解保護的作用 所以就會有各種災難不斷 所以我們不要以為這些事我也很聳聽 好 我們問我們自己 我們從以前到現在我們的教育 包括我們的修行 我們有沒有去關心這方面的問題 這是攸關整個人類的命運 攸關整個人類的未來 包括我們的後代子孫 這些都不是我也很聳聽 而是這些是我們要去正確認清的 天地是友情 天地是我們的父母 就好像我們家庭裡面的父母親是很愛我們 但是如果為人子女卻不斷地一直在破壞這個家庭 這個家庭遲早它會垮掉 會垮掉 如果我們有正確的理解 知道一切它會無常變化 如果我們沒有好好愛護的話 我們去破壞後面就有不好的後果 如果我們知道它會無常變化 我們沒有好好珍惜它就會往壞的方面 如果我們好好珍惜 然後加上的是正能量 我們好好愛護 保護我們的生態 保護我們的水資源 保護我們的空氣 我們這樣做的話 你看我們投入的是正能量 善有善報啊 整個生態環境都會更好 我們後代子孫也才能夠活在美好的世界